而在520就職典礼上 领唱国歌的希望合唱团 原定7月份要到大陆广州表演 但没有想到主办单位却临时取消 疑似是因为合唱团唱了国歌 而被陆方封杀 今天来临立委痛批大陆的做法 不过总统蔡英文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是鼓励大家多捐钱 帮助合唱团 520就職典礼上 屏东希望合唱团 现唱排湾组改编国歌 感动全场 但希望合唱团 原定7月20日 受邀赴广州合唱节的表演 却被临时取消 我们在这里 谁唱国歌都可以去 所以我想他这个是有针对性的 有时间性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前总统马英九忙着批评 现任政府的两岸关系 忘了重创国民党选情的 周子瑜国旗事件 但是合唱团失去这次表演机会 另一趟修扬力之行的经费 就会短缺 蔡总统得知消息 没有政治炒作重炮批评大陆 反而在脸书上抛文表示 为了让台湾最动人的声音传递出去 他将捐出鹰派一书 版税中的50万元 希望能抛砖引玉 让他们早日成行 中国用这样的手段 来做一个阻挠 我相信这是不可取的 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刻意小题大做 中国大陆跟蔡政府 其实真正要坐下来 好好的思考清楚 当前对政府来说 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内政如何去做处理 外交如何让中华民国台湾 能够走得出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每一件事件都会牵一法而动全身 所以如何去做拿捏 必须要尽速的恢复两岸的热线 蓝绿立委虽然都批评陆方做法 但背后解释大不相同 屏东原住民小朋友唱国歌 演变成政治事件 不知道对北京争取台湾民心 有多大帮助 一浪 越南TV客市长黄云辰台北报道 二位来宾